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Jesica的频道 进入了7月 在日本也正式进入了夏季 这时候在日本各地 开始了各式各样的夏季祭祀 今天我给你介绍的是 大阪夏季之一的爱然祭祀 爱然祭祀 这几位就是美丽的爱然祭祀小姐了 爱然祭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公元593年 也就是1400多年前的飞鸟时代 那个时候 圣德太子在这一带地区 建立了四天王寺 当时施药医院就在四天王寺的西北角 种了各种各样的草药 给病人化解疾病 选用的 爱然祭祀就会坐上这样的架子 在福丁四周 在天王寺公园的四周呢 巡回 一边走一边还喊着 在每年的6月30号 各个神社还会有夏月祭祀 代表夏天正式来临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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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接下来准备看祭祀的高潮表演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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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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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